注意看,男人只是用手机给女人拍了一张照片 可一到强攻过后,女人竟然消失了 因为这是一步拍一张照片就能将人删除的手机 卫生间里,几个同学欺负一个女孩 他们从女孩兜里搜出了这部删除手机 并打算给女孩拍照 带头的同学举起手机就要拍女孩 女孩害怕极了 因为只有她知道关于这部手机的秘密 就在那个同学即将按下拍照案件的瞬间 旁边一同学赶紧叫住了她 并告诉大家,不要拍照 免得留下女孩受他们欺负的证据 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可他们走的时候 竟然把女孩一个人关在了洗手间 并用丝带把门给绑住了 不管女孩怎么使劲推,都没能将门给推开 女孩没办法,只能坐在门口的 可一直没有人来给她开门 就这样,她一个人在卫生间待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做保洁的大爷来清扫 才把门给打开了 女孩从卫生间出来后,完全不顾自己又脏又乱的形象 她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复仇 她找到昨天呛她手机的同学 并让其归还那部删除手机 可那个同学并不想理她 还质问她,不给她能怎么办 紧接着,同学从兜里拿出了那台删除手机 但她没打算直接还给女孩 当女孩正要从她手里抢时 她直接将手机扔到了一旁的水桶里 女孩见状,赶紧伸手在水桶里捞手机 她捡起手机,检查了一下 发现还能用,女孩看到同学正要走 赶紧叫住了她,只见她刚回头 又是一道强光过后 那个同学竟然消失了 可女孩不知道的是 刚刚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一幕 正好被站在门口的男孩看到了 男孩回到家 看到母亲正在为失踪多年的姐姐做祷告 她来到母亲身边 想到今天她看到的诡异的一幕 她心想,姐姐的失踪 会不会与那部删除手机有关 母亲见她心事重重 询问她,没事吧 并让她一起做祷告 她本想将今天看到的事告诉母亲 但刚开口,她就犹豫了 因为那个将人删除的女孩 正好是母亲最喜欢的学生 她不想让母亲更加担心 第二天,女孩来到教堂里 同学们正在下面坐着听讲 她突然举起手里的手机 她看到昨天欺负她的 另外几个同学就在人群中 她竟然想让他们都消失 可就在她即将按下拍照案件的时候 男孩突然从旁边冲出来 拉住了她的手 她不让女孩这么做 并表示她看到了女孩 把同学删除了 接着,她把女孩拉到了教堂外 她询问女孩 这部手机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让人消失 女孩告诉她,她也不知道 手机是她从嫂子小美那里偷来的 男孩想起小美就是那个失踪的女人 所以,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她怀疑小美就是被女孩删除的 可被女孩否定了 男孩原本不相信她 毕竟她昨天目睹了女孩 把同学删除了 但当她看到女孩坚定的眼神时 她犹豫了 开始相信女孩没有说谎 接着,她想知道怎样才能 让那个同学回来 可女孩竟然一脸茫然 因为她也不知道 男孩了解到这些 她满脸震惊 她告诉女孩 这跟杀人没俩呢 女孩听了,感到很委屈 她表示 若不是那个同学先伤害她 她也不会这么做 并让男孩站在她的立场形象 此时,男孩才注意到 她脖子上的伤痕 她开始理解女孩 并向她道歉 接着,男孩表示很同情她 但她也不该就这样 把别人给删除了 然后,她竟然伸手 就要从女孩手中拿 删除手机 原来她想让女孩把手机 暂时交给她保管 因为她不想女孩再次犯错 女孩刚开始很犹豫 将手机钻得死死的 可男孩真诚的目光 深深打动了她 于是,她慢慢松开手 将手机交给了男孩 女孩担心她会告发自己 可男孩向她保证 她不会